好 繼續帶您來關心到新冠肺炎期續的飆升 5月19號之後 昨天本土個案再破了94808例 那中重症是新增了343例 126例的死亡個案 所以不論是單日的新增確診 中重症以及死亡的數 都創下了新三高 對於屆時會不會免除7天的入境檢疫呢 主委中心的發言人莊仁祥說 因為現行的密切接觸者居家隔離 採三家室 至少要隔離三天 若要鬆綁檢疫天數 可能會比照隔離的天數調降至三天 但都這要等到跨部會來做討論 好 來看到昨天的確診死亡率 達到了千分之1.33 那指揮官陳人中他說什麼呢 他說致死率達到千分之1 就要提高警覺 未來死亡率維持在兩週的高元期 也是很有可能的 他也鬆口說 由於目前境內境外的風險已經差不多了 下個月將放寬邊境管制 會有新的政策會出爐 若是放寬邊境的管制 那離民眾可以出國旅遊 是不是也就不遠了 那觀光局就說了 觀光局說 五月上旬也召回了導遊培訓 旅遊業者接待旅遊業者指引的草案 已經草擬好了 未來是否會施打三劑疫苗 才能夠入境 有沒有總量的管制 將配合指揮中心的政策 再來看到民眾很擔心的死亡高元期 因為這個死亡數是越來越高嘛 這個高元期會不會維持兩週呢 根據指揮中心分析 一月五到五月二十六號 累積的九百三十一名的死亡個案 發病到死亡呢 三天內的佔比呢 是四成七 那現在呢 可以看到死亡佔了兩成八 超過七天佔了兩成五 那這個顯示什麼呢 顯示說呢 有四成七的死亡案例 可能是因為投藥速度太慢了 而導致死亡 所以呢 怎麼說 專家怎麼說 台大兒醫院的院長黃立民就說了 口服抗病毒藥物 建議在發病的五天內給藥 但最好是七十二個小時內就給 符合六十五歲以上 或是高風險慢性病者 都應該要儘速給藥 才能夠降低死亡率 而彭博社呢 也公布了最新的 全球新冠肺炎防疫任性的 最新月評比 台灣在五十三個國家裡面呢 位居第五十一名 是全球倒數第三 較上個月呢 是下滑了十九個名次 退步幅度最大 對此呢 疫情指揮中心的指揮官 陳時中他說什麼 他說疫情呢 看起來是每個國家的必經之路 但是最新的疫情評比呢 引發網友熱烈的討論啊 網友就很酸 他說什麼 看好了世界 台灣只示範 什麼什麼什麼 對不對 大家也可以聊天室底下留言說 造樣造句 有網友準備 說什麼了 他說準備反彈了 蹲得低才能夠跳得更高 那疫情三高啊 邊境鬆綁啊 入境檢疫可能會變成七加三 你們怎麼看都在聊天室 告訴我 好來關心首都生活圈 疫情逐漸穩定 臺北市長柯文哲二七號就指出 北市有二十萬人染疫打總數人口的兩百五十萬人的百分之十 代表疫情峰值已經過了 就看高原期會維持多久 而新北市的副市長劉荷然也認為說呢 趨勢的確在緩緩的下降當中 但柯文哲分析說呢 目前全台死亡的缺陷反應是十天前 確診人數 估計目前呢 死亡人數會維持一陣子 病毒共存的話當然必須要配套啊 所以呢 用旺旺水神來防疫 有效能夠保護您 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防疫不能等 請趕快上快點GO 買的時候記得呢 輸入呢 向下的推薦代碼 CTI666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